话音刚落 便听有人说 我有几句余剑 众人一起转头 看发言的竟是张广四和乐钦最得力的心腹 右军统领马光祖 马光祖也是一张马脸 不过三十多岁 微高的颧骨上方一双三角眼 和眼白比起来 同人略显小了一点 鼻子左侧还长着一颗聪明痣 说起话来唇上小胡子一翘一翘 甚是干脆利落 我们率营设在北路的只有四万兵 用两万去攻下寨 剩余的还要护粮护路护大营 内里就空了 藏兵如果趁虚抄了我们后营 掐断梁道又怎样应付呢 他刚说完 张广四冷冷问道 他们走哪条路来抄我们后营啊 马光祖便垂下头插手说道 标下不知道 只是想到了说说 乐钦道 说说也很好 急死广义嘛 谁还有什么话 赵慧在人们的沉默中款款说道 这样打 我们只能操一半胜算 这个方略我挑不出瑕疵 但他只是我们的算盘 知己不知彼 沙罗奔是怎样想 我们不顺寥寥 乐钦一审 也遇到 你是说 我们该去问问沙罗奔 勿许去问 大金川城里有多少驻军 下战有多少驻军 小金川和瓜尔牙的兵力 又怎样布置 还有其他地方 有没有暗抚的驻军 都要侦探明白 可行则行 不可行再做筹划 那要多少时日啊 不管多少时日 弄不清敌情 贸然动手 只有一半指望 这不是我赵慧说的 是孙子讲的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是岳武目的话 我知道中堂大人的心 但沙罗奔也有一心 他是个雄姐 不是草莽土匪 张广四见乐钦语色 接口说道 皇上已经为金川的事 龙颜震怒 吕下颜旨立即进兵 这慢军之罪 谁来承当 说完 鹰损一样的眼睛 死盯着赵慧 赵慧咽了一口唾液 在张广四威严的目光 逼势下 他似乎迟疑了一下 旋即恢复了平静 说道 标下承当不起 但大帅方才还讲 我军赢得 输不得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以我之见 我强敌弱 应该命令南路 西路两军 向小金川缓缓进军 我中军从北路南压 沙罗奔虽然较快 兵力毕竟太少 哪一路他也惹不起 哪一路也不能出奇制胜 虽然慢 却能稳操胜局 他话没说完 大家已经纷纷议论起来 这话对呀 三路军十三万人马 一起押进金川 沙罗奔满部落 也就不到七万 又没有援兵退路 我们就是豆腐渣 也能撑破他老母猪肚皮呀 单近一路 确实容易让他分路击破呀 哎 我说呀 还是多派细作 混到金川 摸清他的底细 不行 他们的人混我们这边容易 汉人装藏人 根本不像 他老了的 上次我派了二十个 只有两个回来 还叫人家割了耳朵 海兰茶最爱热闹 听屋里人们放松议论 他却与众不同 只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捅捅这个搁着窝 拍拍那个人的屁股 斗得人无缘无故地 失声而笑 他却是一脸正容 右翼副将廖学敏正在发言 护住我们梁道 放胆 突然 泪下被扒了几下 他最不耐痒痒 顿时咯咯咯地笑个不住 大家都知道 海兰茶捣鬼 于是更加放肆地轰笑起来 议论中加得骂声 笑声 搅得会场乱哄哄的 乐青听着七糟八糟的议论 头 仗得老大 命道 都回座位上去 一个一个接着说话 张广四连板的铁青 带诸将归座 指着海兰茶道 这是议论军机大事 你敢起哄 你活够了吗 海兰茶在椅中一躬身 似笑非笑地说道 卑职不敢 我是想叫他们让开点 我也说几句 你说 这互助粮食 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粮道 粮食互好 我看可以三军齐压 看似笨 却是稳臣持重 放着南路西路 七八万人不用 我们在这边 和沙罗奔玩家家 捉迷藏 很难讨的好处 乐钦的脸 一下子战红了 你是说 你是说我们在玩乎军机 海兰茶震慑了一下 立刻又变得满不在乎 天时 地利 人和 地利不是我们的 我们和沙罗奔 就算都人和 也只占一半胜算 这个仗不能出其制胜 只能视强凌弱 扬长臂短 所以赵慧说的 还是有道理 卑职岂敢说 中堂和军门玩乎啊 是你叫我们义的吗 乐钦无声 透了一口气 他做相臣多年 涵养气度 人所罕及 并不在乎 海兰茶和赵慧的 言语态度 他是计较 二人说话的内容 这样一来 等于全盘推倒了 他和张广四 苦心孤义商定的计划 面子且不说 乾隆那边 就无法交代 刹那间 他心里划过 乾隆附在 亭济御职里 专给自己的秘语 而遇到 庆父之父哲也 入川引来 即时已一岁 又四月十三日 未见尺寸之功 借危之祸 不知尔日复一日 何所事事 乃前奏连连所想 后奏又请赐上方保剑 副奏必得张广四 入营弹压诸将 尽良详已足 保剑已赐 张广四一奉言指 前赴行载 仍无禁军消息 朝义沸腾 交张论奏 谈何尔 为敌误国 志大财书 朕日望解音 夜思徘徊 外恶重义 忠心交焚 不能自已 思之何胜愤闷 不亦而乃如此 孤恩逆直 即遂尽矣 不然 所拿问罪之职 将至已 朕急欲保全 乃国法和 乃军法和 那欲制诸杀 战得极浓 殷红字迹斑斑 血一样 刺心醒目 又写得极端楷 显示再三思虑 稳重思定 而后书 为其如此 比之愤怒之下的 潦草狂书 更使人胆寒 他的心 站立了一下 又目视张广四 张广四紧绷着脸 用略带呆滞的目光 邪逆一下 乐敏和李世饶 潜梁已足 他们本该返回成都 却都滞留在刷京寺 又不干预军务 显见是奉了秘址 查看军情 他自己 也有一份诸批秘语 也是公正端书 却甚是简短 而知首级 至今在相 乃朕锦念前功 趋役保全 立服众役之故 收敛些刚毕 努力辅佐乐钦 则前罪可恕 后功可计 令命可保 成全乐钦 即是自权之道 朕无心多主 而其自爱 由此圣旨 他才勉强到军中 帮办军务 也只能为乐钦之命 眼下众将意见 虽然显见是万权万安之策 但要重新布置西南两路军马 绕道往返传令 移动 联络 梁末 公映 事凡日久 若在雨季前不能会师 这一战 又成吉凶未卜 前途不测之局 还要背上 为止罪名 他看了一眼 沉吟不语的那钦 打定了主意 你是主帅 我已经参赞过了 还是你来拿主意 那钦左右思量 说 大家都是忠诚谋国 不过 欲泉山水好 难解尽渴 他自己的部署天衣无缝 咬着细碎的白牙笑道 过了春汉 这个仗就更不好打了 天时我们站着 大家齐心合力 就占了人和 打下下寨 地利 就是敌我贡献 我们攻下大金川站稳 再令西南两路同时进兵 这样 联络会战 就便捷得多了 就这样定了 主将听令 将军们刷的一起站起身来 由我亲帅马光祖部 蔡英部两万人马 三日内集结松港 然后进击 现三日内 松港凉库的被俘军资 梁游采书 全部转运刷金寺大营 仍由赵惠海兰查布护里 驻黄河口的两千路营兵 向大金川扬洞 牵涉沙罗奔的兵力 远驻三段地的方围清 进驻黄河口 防止沙罗奔承虚 供我答应 他眉冷鼓滴滴压着 用自信的目光扫尸众人 待众人一一答应听命 正要说话 赵惠却道 松港库内 除军用被俘资中 仅粮食就有五千多单 我只有不到四千人 三日之内 无论如何也办不下这个差事 海兰查接口便道 请愿随那向前去下债打仗 那亲脸上闪过一丝不快 说道 被伏资重可以不动 其余的人一律运粮 赵惠毫不介怀地立刻说道 谁来护粮 张广四道 用中军护营的五百骑兵 海兰查一审 双手一柄说道 标下也愿随那向前阵杀敌 那亲厌恶地看了看这两位青年 愈看愈觉得面目可憎 再不想和他们啰嗦了 冷冰冰地说道 可以 你们随大军行动 中军大营和松港粮库 有料化清洁馆 听张广四截至 扎 将军们齐应一声 躬身退出 偌大的后监厅里 只剩下乐钦 张广四 乐敏和李世饶四个人 乐里二人知道 两个人还要记忆军务 也就起身告辞了 李世饶笑道 我和乐兄不能插问军事 是皇上特语 请两位见谅 明日钱想压道 我就要到贵州了 乐敏兄也要回成都都梁 赵慧海兰查他们年轻气盛 但有梁想 我军立于不败之地 这话十分中肯 盼二位大人留意 如还用钱 请发函云南同政司 我那里 一定鼎力相助 说罢 二人一一别去 那亲见张广四神情恍惚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阴问道 平胡 你似乎心事很重啊 张广四说 赵慧和海兰查精明啊 五百骑兵护着梁道 我思虑不周啊 万一有事 就要累积全局 那亲笑道 平胡太多虑了 沙罗奔没有那么大的兵力 他也不是神仙 这样 三段地的两千驻军 不再向黄河口 调到中军听你指挥 第二章 既无成算 那向败阵 批抗倒须 杀帅逞豪 清兵费尽全力 调集两万人马 用了将近四天 在松岗集结一天 海吃大嚼了几餐 马光祖率五千人 向下寨西北运动 堵住通往甘孜的道路 蔡英率八千人 蹚草地 截断大金川 和下寨联络 迎击来源之敌 那亲亲率七千余名中军 正面攻击 三门无敌大将军炮 对着土寨门 不住地轰击了半个时辰 炸得城门成了一片废墟 方才举红旗 命兵士冲击 那亲不禁大喜 当即 辉令廖华清 带两千名军士 从城门缺口进击 可煞作怪的是 大炮轰击时 城中毫无动静 一带兵士攻击 蝶制上立刻旗帜招战 中间还挂着 大清金川 宣卫使 杀的大帅气 无数藏兵 手持弓箭击弩 射得飞黄鸡语一般 廖华清也真是汗勇 甩掉了甲咒 打了赤膊 一手举盾 一手提大宽鞭刀 大呼 哪个婊子养的 敢退一步 老子牺牲了他狗日的 贺令快冲 几千人斗志欲昂 大发一声喊 杀呀 领头的两百多人 便冲进城门缺口 城州的一千多人 冒着箭雨 人力架起木梯 挥刀登梯而上 眼见着就要得手了 突然城上 呼呼啪啪的 到处响起了火枪声 已经攻上城的几十个兵 猝不及防 被守城藏兵 刀劈斧肚 卸得一块一块扔下来 攻城的清兵 被现弹打得枯笛喊娘 退朝的水一样 狼奔使突的回应 廖华清呼喝不尽 正要挥刀杀人 一团黑雾一样的 现弹打来 左胸左臂 被鸟冲打得蜂窝一般 他大叫一声奶奶的 胡通一声 倒在泥水里 与此同时 攻进城里的一二百人 也发出一片呼救声 只有一二十个兵士 待见逃回本营 气喘吁吁地向那亲报说 那那那下 城门里布的都是泥潭 弟兄们都陷进去了 快想办法 快快快救啊 说着说着 城里的呼救声也就没了 只留下一片可怖的寂静 那亲末的一阵心计 出了一身的冷汗 强纳着惊慌命道 今天收兵 明日再说 受伤的兵连夜送回刷经寺 廖华清也送回去 如果伤势重 就送成都 阴见海兰查和赵慧 都蹲在湿入的草地上 查看廖华清的伤势 那亲心里 突然犯上了一股厌憎之情 阴命 廖华清受伤 锁步兵丁 由你两个带 说罢回头便走 赵慧怀里抱着 奄奄一息的廖华清 海兰查端着一碗盐水 用生白布 擦拭着伤口上的血无泥迹 廖华清晕迷中 口中物质难难沾雨 闲人斑斑的 这仗怎么弄的 那相得换个打法 两个人都正齐黄 见乐清看都不看廖华清一眼 拔脚就走 心中都是大怒 赵慧夹上 肌肉急速地抽出了几下 没吱声 海兰查支着牙 骂道 日他雪哥的奶奶 骡子病了 主人还要看看呢 海兰查你说什么 正走路的乐清 听见海兰查骂娘 却不甚清楚 只不回头问道 海兰查耿着脖子说 我说 日他雪哥的奶奶的 他突然觉得 赵慧在腿上捅了一下 改口接着说 我们非要从城门打吗 他也换了一副 无可奈何的苦笑脸 乐清情之 他说假话 却也无可发作 答了一句 晚上在意 调转头便去了 赵慧小声说 他盯上我们两个了 起了报复心 小心着点 海兰查呸的 唾了一口说道 以后的事 谁料得定 现在他还得用我们 夜幕降临了 月亮像半个 被撕开的烧饼 在缓缓移动的云层中 半饮半现 把大草地 映得一片苍暗 广袤的穷龙 罩着一滩一滩的 泥浆老水 还有略略起伏的草布 一直向远处 无边的黑暗中 延伸过去 随着微风荡来荡去 木矮式的青雾 略略带着 浮草烂根的腥臭味 暗云 月色和青雾 包围着星星点点 亮着烛光的清冰影盘 随着流荡的雾 本来就昏暗不明的烛光 也若隐若现 很像夏日坟地里的 团团临火 草地的夜 本来就荒寒七迷 偶尔传来巡逻打羹的罗声 伴着嘚嘚嘟嘟的帮声 反而更显现他的苍凉 在那亲中军大仗南边 约一里之遥 默默行走着的十几个藏人 穿着一扇油乎乎 脏兮兮的羊皮袍 被泡胀了的羊皮靴子 在泥水中滋孤滋孤地 发出古怪的响声 有时停下来 少请又接着走路